Hello,大家好 我是安晴科技华北区的业务经理黄岩 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安晴呢 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专业从事这个嵌入式工业电脑的一个原厂 在行业中也扎根了很多年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款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吧 是我们公司在AFC行业大卖特卖的一款一个系列的产品吧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我眼前摆的这个东西 这个系列的产品呢 品名全称的叫BMX-T52系列 对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个系列的产品呢 其实我们总共分为四款CPU的平台 分别是Atomo的第四代 就是勾强者00和第六代就是N4200 然后还有一个第六代酷睿I系列的 I5级别的 6200U 6300U的 然后最后一种呢是目前去年投产的 然后是一款国产化自古可控照新级别的一个CPU平台 所以呢目前有四种CPU档次 然后提供给各位消费者 然后目前呢 四种CPU呢是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的需求 比如说照新呢最新的产品呢 其实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支持 国产化的包括 统信系统 麒麟系统 红旗 深度 包括所有目前国产化的系统都可以支持 并且我们已经在 AFC行业呢 有了类似这个国产化的应用 对 然后呢 GOL900呢和N4200呢是作为我们公司这个单向和双向炸击的在AFC行用的低端产品 然后酷雷I5系列呢是作为一个可以实现人脸识别 包括图像 图像计算的这么一个系列 所以呢 CPU平台非常丰富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呢 下边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 第一位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AFC行业呢 主要是应用在这个高铁 地铁和快速公交站 目前在这三块的应用中呢 其实国内的市场也是越来越大 对 所以我们这款这个系列机型主要是为这个行业设计 对 它主要的第一大特点呢 就是我们为这种机型设计了这个丰富的Io接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呢 是多创考 目前给大家展示的样机呢 实际上等于是我们已经接触了这个六个创考 但实际上呢 整个系列最多可以支持八串实际到十创考 第二我们设计了一个8USB 前面有四个 然后后边还可以扩展四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后边预留好了这个 扩展创考的一个预留位 对 然后第二点呢 是我们设计这个双网 双网考目前是因为在AIFC 不管是闸机还是单通道 双通道还是售票机的系统中呢 客户一般会分为一个内网和外网 所以我们设计了双网考 然后并且 设计了这个双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双显示呢 主要是在这个闸机中 双向双通道 还有两个液晶屏显示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个VGA和这个HDMI 包括DP 都可以实现这个双显或者三显 在不同的CPU平台下 并且我们设计了这个 可以扩展打印卡 方便在售票机的项目中 可以打印小票 对 然后目前呢 这就是这个 爱用接口的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它第二个特点呢 是我们机器设计了一个宽压 对 目前我们机器目前 可以通用的内部的四款 四款CPU级的主板呢 都可以实现宽压 可以从12伏到24伏 这样可以满足在不同的应用现场 客户的不同的电源 都可以来支持 然后呢 第三个特点呢 是有一个 这个机器呢 有一个高抗震性 首先大家可以看 它是一个无风扇结构 是一个全铝的无风扇结构 对 然后呢 里边的所有的电子盘和主板 都是通过抗震垫来固定的 对 所以在运输或者现场安装的途径中 抗震性也非常稳定 第四个特点呢 是这个机器呢 我们可以支持很多路的存储 我拆开盖大家给它展示一下 给它介绍一下 这款机型呢 其实我们一共设计了四种存储模式 分别是M-SATA 然后SSD HDD 并且我们在侧面还设计了一个SD介绍 对 方便客户更新自己内部的数据库 包括照片库 对 所以存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丰富 第五个特点呢 是这个机型呢 还支持各种模式的安装方式 首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底盖 首先在机器底部呢 我们设计了标准的Visa Visa接口 并且呢 我们也设计了边条的安装方式 第三种呢 是根据配套的这个安装套件 我们还可以支持这个导轨式的定安装 所以客户呢 不管是在这个机柜安装 然后壁挂安装 我们这款机器呢 都可以实现 对 然后呢 第六个特点呢 是我们的机器呢 实际上是一个宽温模式 宽温模式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整机呢 如果是配套长温内存和电子盘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0到50度的这个工作温度 如果配套宽温的内存和电子盘和存储器的话 我们机器可以实现 负20到60度的工作温度 大家也知道这个 地铁或者快速公交行业呢 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 我们的设备呢 在其实在各种应用案例中 都满足在冬天或者在南方的夏天 都保持了稳定的工作 并且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以上呢 就是这个机器的一些特点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有约订购 谢谢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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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